聂锋 你这小子今天闹在我们的手上 我就自己上黄泉 住手 决心用楚楚和不停威胁不惊云 要不惊云抢夺聂锋手上的龙脉 不惊云破于无奈 一剑刺伤了毫无防备的聂锋 将聂锋身上的龙脉交给了决心 决心得到龙脉欣喜若狂 信守承诺放了楚楚母女 带着龙脉离开的聂家村 刀神将军恰巧见到了这一幕 连忙施展轻功追了上去 放言要决心交出龙脉 刀神将军作为至尊的左膀右臂 武功自然也属一流 他的刀法威武霸气 就连决心都不得不暂避锋芒 眼见刀神将军咄咄相逼 决心终于动了杀机 刀神将军见龙脉是假的 出言嘲讽决心一番后 大笑着回到了聂家村 与此同时 顾晶云见决心离开后 叫醒了假装昏迷的聂锋 原来这都是两人的计谋 演了一出戏给决心看 真正的龙脉还在聂锋的身上 而第二梦趁着聂锋恢复神志 决定嫁给聂锋成为他的妻子 他不管别人怎么看 反正聂锋在他的心里 依旧是那么的温柔和仁慈 再看夺取龙脉失败的决心 悄悄潜入了聂家村 撕毁了桌上的红色喜字 显然他又在酝酿新的阴谋 不禁云几人一时非常开心 准备好了丰盛的韭菜 纷纷送上了各自的祝福 拉着两人庆祝了起来 风云双兄弟三人再次聚首 不由地回想起了在天下会的日子 聂锋带头唱起了熟悉的歌曲 狂风卷 奔云标 静音相许 生死相将 奉行正万里 奉行正旧相 奉行正万里 这一首歌七夜第一次听 感觉不是那么好听 然而看完风云整部剧后 又觉得这首歌还不错 在座的看官觉得怎么样呢 请说出你对这首歌的评价 言归正传 众人上演一波回忆沙后 时间已经来到了深夜 秦双四人去往村口守夜 将空间留给了聂峰和第二梦 聂家祖宅中 聂峰深情地看着第二梦 忽悠自主地吻了上去 第二梦一时做出了激烈回应 接下来的内容比较无聊 我们暂且直接跳过 次月清晨 第二梦要出去替聂峰买早餐 将聂峰一个人留在了聂家祖宅 谁知昨晚的战斗过于激烈 导致聂峰损耗了大量的精力 魔性又开始向聂峰反扑 聂峰努力与魔性做着抗争 声嘶力竭地大叫了起来 最终耗尽心神晕倒了过去 决心见到这一幕心中暗喜 施展轻功进入了聂家祖宅 拿起血影刀就要杀了聂峰 聂峰 你这小子 今天落在我们的手上 我就送你上黄泉 住手 晴霜及时赶到阻止了决心 一脚将决心踹出了屋外 随后两人在院中展开激战 晴霜毫不犹豫用出了天双拳 打得决心节节败退 决心不敢应接避其锋芒 施展轻功飞出了聂家祖宅 晴霜见状连忙追了上去 拦住了决心的去路 让开 我今日非夺得龙脉 我绝对不会让你夺走龙脉 如果龙脉被夺走 风势力将会失去依靠 魔性复发 我不会让你得逞 就得看你的本事